大明首府张居正竟然要辞职回老家 一连三道奏本递上来 万利还是坚决不准 此时改革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若是放张居正回去守校 反对派大臣无人制衡 一切努力就都将成为一场空 张居正的父亲突然去世 按照常理应丁优三年 可为了国家发展 万利决定下旨夺情 让张居正继续留任 风声一出来 就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 不管是将以孝为先挂在嘴边的汉林院学士 还是巴不得张居正赶紧走人 他们好继续捞钱的勋贵 通通反对万利夺情 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张先生夺情的事就别讨论了 但是没有立部张汉递上来的本子 皇上就没法颁布 让张先生夺情的胜处 立部尚书张汉上了请求制式的帖子做威胁 就算回家种地 也不帮皇上帝抬接 既然如此 万利也不惯着 大笔一挥 直接批准他的治事请求 同时颁布圣旨 让张居正在京城守孝一个月 一个月后便继续为国效命 张居正此时也在纠结 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想要回乡进孝道 可这么一走 万利新政必将前功尽弃 再想继续可就难了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动作 驸马都为许从城 把武清国立委 定国公 朱熹孝等一大帮王公贵旗 全都请到家里开堂会 全都反对你青藏田姆的局势 如果你再有此 那推行万利新政的官员 必将群人无数 自古忠孝南两全 万般无奈之中 张居正终于下定决心 拼着身后知名不要 他也要留在京城为大明出力 可他一心为国的行为 落在汉林院那帮书生眼里 却成了舍不得头上乌纱的最好证明 亲爹死了还要霸占着高位不放 首府都尚且如此 以后这朝廷之中 还讲不讲忠孝之道了 两位激进的汉林院官员 敲响灯文谷 联名上奏 反对张居正夺情 这帮酸秀子 就知道拿个孝子说事 好像这天底下 就他们知道怎么做孝子 还是母后说的对 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 身为大臣 首先就应该敬忠 他们这样做 不仅是质疑张居正 更是蔑视皇上的权威 如果连这点事都不能自己做主 日后还谈什么君临天下 万利决定借此事立威 一声令下将两人抓了起来 这两个倒霉蛋 必须要严肃处理